大家好,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啊,是那个RG牛的,然后好多人都问我,不是说要做85年的梅塔斯吧,再做了,真的再做了,你们得等我慢慢做,对不对,然后你看这个人家代工的人家都急着要呢,我得先把他们的视频做了,然后再做咱们自己的,是不是? 好,今天我们先来说这一份代工啊,这一份代工的是一个,也是一个非常老的MG了,那个利克迪亚斯啊,我之前就说过这款模型的话,特别巧的是,我之前买的一个85年的原版的老模也是利克迪亚斯啊,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两款模型在这个经历了,这应该是85年的,这个好像是03年的啊,我们可以看看万代高达模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产品, 你的迭代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吧,现在我们来开一下箱,其实这个我已经做完了啊,这是我回来再来录视频,这是典型的老MG会有的这个玩意啊,这个现在新的MG已经看不到了,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啊,这个东西可以告诉你,它的这个原本素组成品图是什么样的啊,这是它的说明书,这是老版MG的说明书,其实我觉得老版MG的说明书也非常有设计感啊, 就感觉真的是像在做一个模型啊,它这个,这个我感觉,我其实我是比起新的这个,这些个说明书,就是比起来我是更喜欢这个老版的啊,这里有生产日期,这是2004年MG的折派,这是04年生产的一款模型啊,利克迪亚斯的04年MG模型, 我们再来看这个老模,这个老模呢是,我之前给大家看过啊,这个老模是85年生产的一个原版的啊,这可不是九几,这个不是九几年再版的那个,那一批货,这是85年原版的,利克迪亚斯,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生产日期, 1985年5月份生产的这么一款模型啊,我们先看板件数量,板件数量不用说啊,肯定你从包装的这个大小就能看出来,只不过这个老版的是1比144的啊,这个是1比100的,当然这个盒子要打很多了啊, 然后板件上的话,我们之前看过了,这个老版的利克迪亚斯,简单的关节零件,然后分色大概只有两个,这就是,这就是老版的,老版的这么一个,这么一个设计啊,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裙甲的这些一个地方,都是,都是直接一体化,左右合,然后就,就这么直接就拼成了的, 而新版的这个,这个MG呢,说句实话,最让我吃惊的是,我一直以为MG的卖点是骨骼,但是这款MG的利克迪亚斯, 并没有骨骼,它没有成,它没有一体的那个骨架,还有点像1比60的TV版,如果大家有拼过TV版的,可能都会了解一些啊, 也未必1比60啊,1比100的TV版也有可能是啊,它有点像1比100的那个TV版,就是说,有些地方是有一些内构, 但是大多数地方的话,它都是和普通的HG啊,什么差不多,都是靠左右合关节来实现的关节可动啊, 所以说它并没有完整的骨架,然后它这个版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, 它有一个军官用机和一个普通的量产机的一个分件,它都可以提供, 也就是说,实际上这一款模型,它是可以拼出两个样式的, 看,说明说,比如说像这里也有写,这是军官用机的这么一个, 后边的那个背包的组装的需要的零件,这个是量产机后面背包组装的需要的零件,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是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把PB和通贩给放到了一起啊, 那个年代的万代真良心啊,你看看,一盒子连PB带通贩全都买了, 现在的话你肯定要去买,先发一个通贩,就是量产机, 再发一个PB,军官用机,现在肯定是这套路, 然后我们这次按的是军官用机的这个方,这个零件来拼的啊, 新版有一点可以说的是,它还是有一个可动手的啊, 虽然说不是全可动,它是类似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降解牛的那个可动手啊, 是说这两个关节是连在一起,这两个关节是连在一体的, 然后这个是独立的一个关节,是这么一个可动手啊, 换句话来说,它跟降解牛是一个级别的可动手, 那它是不是也很屌了呢,也得值个,不说八千, 它得值个八百吧,对不对,好, 然后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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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喜欢的观众老爷 可以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 然后有什么需要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一期应该就是做梅塔4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定给你们把 那个85年的梅塔4做了 好 大家再见